今天晚上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家去年一年homeschool的经历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家的情况 我老公是2000年来美国游盼读博士 然后后来02年的时候在费城中华基督教会收洗 我是01年过来陪读的 在后来也是在游盼读了硕士 后来在校园团企受洗 我们家三个孩子 老大是男孩13岁 老二十岁也是男孩 老三是女孩5岁 我们都是第一代的移民 也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我这里分享了一些我们家去年这一年homeschool的一些照片 我们家是去年开始先给两个小的孩子先开始homeschool的 然后今年9月份开始给读八年级的老大也开始homeschool 我这里就是想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这一年我们的心路历程和体会吧 其实我刚开始认识郑牧师的群是19年的时候去巴尔蒂摩拆传大会 听了郑牧师的讲座关于如何培养金钱的下一代的专题讲座之后 就加了郑牧师的微信群 其实刚开始看到郑牧师在群里分享他们家四个女儿homeschool的照片的时候 我都没有任何的感动 因为觉得这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那感谢主后来借了疫情的疫情的关系学校又关门 后来郑牧师有举办各种各样homeschool的workshop 让我才对homeschool有了更多的认识 然后我的心里的感动也越来越强烈 想要尝试homeschool 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就还没有开始homeschool的时候 其实心里是有很多的害怕和胆怯的 信心也不够 特别是在如何选择这个课程的上面是有很多的焦虑的 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自己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才开始 那时候去年 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 我常常夜深人静 等孩子睡了以后 熬夜在网上挑选课程 我总是想靠着自己把一切计划好了 才开始homeschool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选择太多了 根本没办法选 而且我们这些没有homeschool经验的人 其实根本也没有办法来做选择 因为也不知道孩子的学习style是什么 也不知道怎么去选择 那感谢主 后来神就通过特别的方式让我体会到这样的过程很痛苦 也做不到 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就买了一个教材开始就好了 现在回头看的时候 其实神真的是需要我们放下这些担忧和惧怕 跨出信心的这一步去走这条路就好了 一旦进入这个领域 神真的是分身的来供应我们 我们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安排这一切 其实我们真的是不行 我后来是买的BJU的课程 开始之后真的是发现这些教材都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真的是越用越喜欢 同样今年我们家老大 是九月份开始 他上八年级 开始跟我们一起homeschool 其实我暑假又一次经历了这个焦虑的过程 因为我就想到这么大的孩子 我怎么给他安排呢 但是后来九月份开学之后 其实反而就开始释然了 觉得其实真的不需要我们把所有的课程都安排好了 才可以开始 有的时候哪怕你就只有一点点的计划 或者甚至什么准备都没有 真的只要有信心 而且借着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分享和支持 其实这条路我们就可以开始走 而且也让我意识到homeschool是一种lifestyle的改变 即使有一些课程根本就没有安排好 其实后面都可以慢慢的加上来 比如去年我们家老二 我就没有给他学那个grammar的课程 因为我们家老二是special needs 然后他学起来非常慢 我其实买了bgu的课程 但是我觉得太多了 就没有办法再给他添加所有的课程 就把grammar给skip了 那后来今年暑假 借着一个homeschool的美国妈妈的分享 她跟我说其实grammar挺重要的 她说以后你要找evaluator的时候 就会有困难 所以今年暑假我们就把grammar都加上去了 那现在回想起来 想想这些课业的东西 真的不是那么的重要 哪怕这一年没学 其实后面都可以慢慢的补起来 然后我还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家老二 因为是special needs 我去年刚开始的时候 也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年级给他选教材 刚开始的时候是降了两到三个年级 像reading的话降了三个年级 数学降了两个年级开始的 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很多的担忧 那后来我们这里local教会的一个牧师来分享 他说其实我们现在生活中用到的很多知识 其实不过就是小学毕业的水平而已 一般如果孩子到初中毕业的话 哪怕去上一般的大学 他的文化就够了 哇他那时候的分享真的是打开了我心中的解 我就觉得特别的释然 因为我想想我为孩子的落后 其实感到焦虑 但是现在想想其实我如果像我们家老二 我哪怕将来能够教到他小学毕业的话 也算我homeschool一个小小的achievement 这里还有一些照片 是他们在家里周围附近锻炼身体 然后做家务一些照片的分享 然后我这里想分享的一段经文是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 门招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惟业的地方去 但是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 写出了我去年这一年刚刚开始homeschool的心路历程 因为刚刚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 真的是不知道往哪里去 但是神说你们当刚强壮胆 不要害怕也不要惧怕 因为夜后华你的神和你同在 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 所以我想说你们当刚强壮胆 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 如果有弟兄姐妹有感动 想要开始homeschool的话 但心里又有各种担忧和害怕 我们其实 其实神需要我们就是凭着信心跨出去 一旦进入了这个领域 所以神一定会有丰盛的供应和带领 而且只要进入homeschool之后 才能够体会到神在这条不容易的道路上 满满的恩典和祝福 而且我也觉得只有在开始homeschool之后 才真正能够体会更加能够体会什么才是真正的homeschool 我下面请我的老公来分享 我做了一些slides 但是他有可能不一定照着这些slides说 大家可以听到我说话 可以 好谢谢 就是其实 整个我们家庭的三个宝宝的那个homeschool 其实是从我太太开始 然后刚开始我肯定是不支持 因为总觉得这个教育 啊一般都不是我们就说 就是我们有很高的学历 感觉教育这方面 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可以做的 啊 但是我太太是真的是非常感谢 感谢她的信息非常大 然后本人呢就是啊 就说也是在这个 其实在这个之前 神也有很多的预备 因为因为当时就听到说啊 为什么基督徒的那个小孩子长大以后成人以后 到最后就完全是就说你就 就是遗弃他们自己就是长年在教会说的信仰 所以就是在 也是在想的问题 好像好像没有办法可以解 一直觉得就这样子呀 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嘛 所以小孩子刚开始在教会都听话 到最后长大以后慢慢慢慢就是慢慢就在公益需要这样 就开始他们就遗弃信仰 最后就是就没有多好 就甚至包括很多牧师的孩子是这样 当时也觉得真想这个问题 那有什么可以解的办法吗 后来也想想没太多办法 好像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啊 后面做好的榜样啦 然后经常带小孩子去教会啦 然后就是那个呃为他们祷告啦 那反正就是这个现象一直就是在我 在我心里这个围绕 然后就是近年来就是几个大很多政治上的话题 包括大选啊 包括呃就是民主党做左派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极端的那个 自由主义的推动 他们记住要进步主义的推动 各种要稀奇古怪的思潮 就是就是特别是在左派占领的这个教育教育领域 呃大大的就是光光大很 真的说可以说光大起来 这也是个有很大的一个担忧 就是到底怎么办 然后我刚刚是其实那时候我突然说 哎我们也开始那个在家教育吧 我根本也没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没有把这两个事情联系在一起 后来就桑胖就是就是感觉 哎真的在家教育确实有这个好处 因为你可以把你们的家小孩在那个 就做派的这个大本营的教育的大本营里面 这个是给他们受的洗脑的教育给他们脱离出来 所以在想哎呀 这个是确实是啊 真是神给我们可以有很大的一个看见 就是真的是可以走这条路可以试试看 但就像刚才讲 因为我太太其实真的是做了很多 包括选课 每天都弄得很晚 我这方面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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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但是就是就是因为这个这样的事情就是 我就想就是以后就跟我太太就继续的就是在家 教育这方面的小孩就是特别是不仅是在功课上更重的 是要在他们的灵命他们的基督信仰上 我们也要通过在家教育可以把他们能够能够规制 能够让引导他们走上新生的道路 就是刚刚他太太讲了一个slide 他说刚开始就说他们是很多跟很多人讲 没有 就是 我来弄了 就是很多人并不很很多认可这个homeschool 觉得这个好像不可行 然后就是觉得哎呀 homeschool的可能教出来是个怪胎 或者是什么没有什么social 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concern 啊 然后就说还弟兄姐们说啊 我们自己从小在共产主义教育下长大 然后我们都清楚我们的孩子 这样父母是基督所行动下只有性子的调节更好 这个这个这个最后一个结论是非常可笑的 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在美国这么多牧师的孩子 到最后还是不清楚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我想唯一的办法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你想你怎么可以跟 左派的公立学校的这种教育 他真的他在学校一周五天 每天几个小时 六个小时 然后更多的话还包括homeschool更长 他整天就沉浸在这样的教育里面 而我们就是平时我们都如果都上班的话 回到家我们都没跟小孩子都没什么交流 然后呢就是啊 最后在那个 嗯 呃 没有什么交流 然后就最多也就是礼拜天带他们去教会 礼拜五晚上去查经啊 这个这个时间跟就没法比 时间上就根本没法比 所以就是说啊 我们就是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啊 我觉得是可以改变这个线转 就是通过homeschool啊 不仅是在呃功课可以让学的更加非常更加 Efficient 更还有就是从思想他们的基督信仰上 给他们就会更好的指引 呃 这个神的精兵去扭转这个潮流 好我觉得这分享到这里 好非常谢谢新颖夫妇做这个分享哈 好那现在呢 好那那我就关了 嗯 呀把这个share screen关掉哈 OK非常谢谢哈我们呃 也要感谢主我们前几个礼拜也有机会见面哈 真的看到我们到了各地都会有这些 呃 homeschool的弟兄姐妹 好现在如果可以呢可以招聚你们的家人啊 孩子们 然后可以把video打开哈 然后我们可以我们特别 因为今天呢很多学生想 也是一个开学礼哈 哇 或许我们可以照个照片哈 真的呀 可以趁这个机会把这个 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孤单 OK 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呢 神召聚我们 你如果可以等一下有时间 把把那个screen的name 加上你的state OK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说 神在各个地方呢 召聚他的百姓哈 呀 帮我们有时间呢能够更多来 认识每一个家庭哈 哇很高兴特别看到一些父亲在这里哈 啊 来 我知道要keep每个 有些孩子比较小的可能不能 所以呢我们就把握这个机会哈 啊 那我们今天特别很高兴呢 我们有这个关德里牧师呢 他有六个孩子啊 而且是他上祖父了 他是南家这个基督福乐之家的主任牧师哈 我很荣幸在七月底的时候呢 也到关牧师的教会去分享了在家教育 而且他们是整个教会要来推动哈 啊 我们就先请这个关牧师为我们这些 今年要开学了哈 给我们大大的祝福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然后 最后我们会请关牧师来给我们分享信息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关牧师 今天很高兴看到这么多的家长们 带着你们可爱的孩子们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神里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从天上也看见 而且比我们现在的一幕更加的清楚 你进到每一个人的家中 你要从父亲母亲开始 来牵着他们的手也带着他们的心 来牧养你托付给我们父母亲的儿女们 让每一个的小的心灵都在你面前看为宝贝 并且让你的爱照灌在当中 你的智慧启示聪明的灵也照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主我们祝福我们的在家遭遇 每一个的家庭就在这个时候开学了 我们就请你的灵大大的将天上而来的恩高 将临到每一个人的家中 也包括大人小孩身体健康 特别我们的灵里面是敏锐的 是刚强的 对于属神的事情有个特别的胃口 也保守我们的父亲母亲 知道如何的去用教材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们 在家就开始做门徒训练 我奉耶稣祝福每一个孩子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但他们首先要看见父母亲的榜样 而且在活泡的当中 他们能够心中充满了热情跟动力 祝福每一个人家 主啊 而且今天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宣告我们就是一个团队 我们就是一个团契 我们就是心连心的一个大家庭 主说我们不孤单 我们却富上的扶持 彼此的守望 我们一起做啦啦队 感谢主 用圣灵的高默在每一个人家庭当中 也供应我们各方面的需要 格外的保守我们一生的道路 我们跟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 都走在神的心里面 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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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照个照片 我们照个照片 ok smile look at here ok one two 对 对 ok 好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ok 好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光牧师来给我们分享信息 好 好 我首先谢谢郑务师呢 给我这个荣幸 能够跟大家来有所分享 这是我的power point 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得清楚 我刚才看各位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真的是有个代沟 我的年龄比大家大 而且我走过 已经走进去另外一个人生的阶段 所以我今天跟你分享的 可能是比较在前面 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你的鼓励 要不然你有一天 一定会涨到这样子的岁数 我希望我今天所抛砖引玉的 能够也给你一个的鼓励 跟一个的提醒 今天我会分成两部分来讲 第一是祝福在家 第二是启动教育 给大家先看一下 在8月12号的时候 我看见在Colorado那个的学校 现在讲pre-school 给三岁到五岁的孩子们 就有ABCDE的这个教科书 我们以前学的A就是学苹果嘛 B就是男生嘛 现在呢B变成C name C呢不是讲猫 乃是讲到阶级 阶级斗争这类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E就讲到平等 或者说有很多不平等的事情 所以F就讲到女权的主义 因为他们好像都被男生打压了 G就更加讲到是性别的认同 换句话说 不是你的身体的特征 是决定你是男还是女 乃是你的感觉来做决定 因此就在这个三岁到五岁的这个书上面 就开始引接到有同性恋的事情 这些人都是被压迫的 压迫的是谁呢 压迫别人的就是那些白人 特别是那些的男人 在内阁的视频里面特别提到是白人 而且是男人 因为他们有特权 种族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但是不是和谐 乃是产生争端的地方 至于性别的话更加的重要 不是医生讲出来说这个是男生或者是女生 乃是你后来的感觉 你是男你是女 可以做一个选择性吧 就是变性了呢 到了Z就是现在出了一个新的字 讲到他第三者 不是男生的he 也不是女生的she 乃是ZE 就是你说你是谁 就是字 好 那我们看完这个的之后 其实我当时有很多的纳闷 但是我发现也没有什么的特别 因为这个全部都是在圣经里面 被列为肉体的情欲 事实上我未到今天在 我们屏幕面前的每一位 我来替你们安慰 替你们开心 因为你们保护了你们的孩子 不受到这样子的污染 真的是乌烟瘴气 现在在功力学校里面 就是有这么多的错误的教导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看到这个时候 圣灵就给我一个感动 想起这段的圣经 这段的圣经 在加赖台书第5章16节 说保罗说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那很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会有误解 不了解到原来在这段圣经里面 只有一个命令 英文就是 by following the Holy Spirit 就是顺着圣灵而行 之后就有一个结果 你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包括了基督徒在内 很多人念错了这段经文 以为有两个的命令 就是第一 要顺着圣灵而行 第二 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甚至有些人更读错了 更离谱 就以为说 我首先要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才能够顺着圣灵而行 错了 我们能够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到 乃是因为圣灵使我们能够如此成就 一个的条件是什么 顺着他的带领而行 以下的时间 让我跟大家分享 在家教育的当中 如何顺着圣灵而行 以及你能够带出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说越来越美满 然后同时开始了在家的教育 我们看一下吧 A 第一点 就是我们要让祝福临到我们的家 你和我没有办法管到这个的大气候 我的意思是属灵的大气候 实在非常的恶劣 但我们能够经营的是我们的家 这是你和我可以去做好的事情 顺着圣灵的带领 可以将祝福带到你的家 我要告诉各位 照常我过去做在家教育的时候 全家人都集在那个的房子里面 也许你的家的房子比较大 但是不管怎样 孩子就最重要的 他每一天的时间都是在家里面 假如这个家不开心 这个氛围不对的时候 就很难吸引孩子待在这个家 或者享受在这个家里面 更谈不上要好好的在家教育 所以有个很重要的大前提 就是我们要让家充满了祝福 感谢主这个经营的这个权力 权柄是在父母亲的身上 但是我们需要顺着圣灵的带领 以下让我跟你分享 我走过的心路历程 在以福所述 在第三章十四到十九节 是使徒保罗的一个祷告 但这个祷告里面 给我们认识到三位一体的真神 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建教教会的模式 那教会就是叫做神的家 从这个角度切入 我们就能够明白 这个祷告其实提供了给我们 为人父母亲 建教属神的 美满家庭一个蓝图 让我们看一下这段的新闻 保罗说我在父神面前屈膝 他补充了一句话 天上地上的各家 都是从他得名的 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教你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印着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教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生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传惑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也许有一些的家长 你熟悉这段圣经 但今天容许我从家庭的角度来切入 跟你分解 首先 在这段经文里面 讲到天上地上的各家 都是从父神得名 家在原文这个字 他是从父亲这个自根 来演变出来的 换句话说 在神的心意当中 是父亲定准了一个家 或者定义了一个家 在我成长的过程 我以为是妈妈 因为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 我觉得离不开妈妈 妈妈是最重要 但圣经给我们看见 不 是父亲定准了一个家的氛围 还有一个家的理念 家的方向 所以我刚才看见有些父亲 你在带动了在家教育 我替你高兴 因而为荣 是的 父亲非常重要 我们看看圣父的角色 圣父来 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 叫他一切所充满了 充满了神的儿女 荣耀这个字 原文是重的金属 重量 在古时 所有的东西 都会被火烧掉 唯有是金属 尤其是金子 烧不掉 圣经里面就用 这个重金属 或者重量 来形容到神 长到真是他的荣耀 所以世人 所有一切的成就 对比着神的荣耀 都是虚空的 神说 我有丰盛的荣耀 而且我乐意按着 我有多少的丰富 我要将我的丰富 分享给属神的儿女 换句话说 如果属神的儿女 得不到神的丰富的话 神会很难过 神不甘心 神不放弃 在他的心里面 就是要修神的儿女 按照神的丰富 全部都领受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还有他的后代 他的家族里 但这件事情如何发生 圣经继续说 借助他的灵 就是圣灵 叫你们心里面的力量 刚强起来 这意思说 要有信心 有些时候 我拿着现在很多的瓶装水 在外面 那我就拿着那个水来喝 因为太口渴了 喝得很快 然后赶快就盖起 那个盖子 发现那个塑造瓶子就盖进去 为什么 因为里面的压力 不如外面的气压这么大 所以外面的压力就压垮了这个瓶子 塑造瓶子就盖进去 我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做父亲的 在外面面对很多的工作 还有很多的因素 谋生的事情 各样的人际关系等等 使我们心烦 甚至加上疫情等等的气候 很多时候 我们里面的力量不够刚强 被外在的环境压垮了 泄气了 软弱了 灰心了 可能脾气非常暴躁 这个原因 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怎么的不好 乃是因为我们心灵的力量不够刚强 如何得到刚强呢? 借助神的灵 所以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 我们怎样的让祝福临到我们家呢? 父亲一定要顺从圣灵的引导 引导什么? 传承敬虔的信心 进入丰盛的应许 原来天父的信义要我们富足 并不是透过给我们做父亲的赚很多的钱 或者拥有很大的房子 很大的企业 那些都是好的 如果神是这样带领的话 我也愿意认你做我的爸爸 我做你的儿子好了 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的 原来神要我们得到丰富 是要我们做父亲的带领儿女 进到神的应许当中 换句话说 这个的丰富 不是我们做父亲拥有多少的财产 乃是我们带着儿女 认识的天父 丰盛的荣耀 他有多丰富 而且他要将他所充满的一切 充满着我们跟我们的儿女 所以当我们带着我们的儿女 认识神的应许 而且用信心来支取这些应许的时候 你和我就成功了 做一位传承的父亲 以色列人的父脑就是一个失败的见解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后来离开了 神要将他们带进应许之地 结果六十万的男丁 除了两位以外 当时的在岁数的当中 当时的年岁的当中 很多人没有办法进去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带着儿女进到应许之地 所以我们必须要祷告 圣灵啊 请你引导我 使我做男人的 不是有怒气 乃是有勇气 要有信心 使我心中钢肠壮胆 我引导我的儿女 能够进到神给我们的应许当中 如此神就会将各样美好的 按照你的祷告 还有你的信愿 带进你的家庭的里面 我给大家一个的见证 我最近听见一位73岁的老牧师跟我分享 他说他是来自中西部 美国的一个农业的家庭 他的父亲并不富有 却有四个的儿子 到了一个地步 父亲跟儿子们说 我实际上没有办法负担你们 如果到外面念书啊等等 我不能够帮助你们 我也没有太多东西能够给你们 但我每个人给你们一本圣经 父亲就给了这个做老三 他叫做Happy 就是蒙福的人 就给了老三一本圣经 老牧师说 自从我父亲在我小的时候给我这本圣经 到现在我73岁 我仍然的抱住这本圣经 父亲能够给这个孩子的就是这本圣经 结果后来四个孩子都非常有成就 尤其第三个的就是这个老三叫Happy 成为一位牧师 那后来他继续在信仰的道路上面 他被圣灵充满 之后在婚姻的当中1971年他结婚 到1977年他都没有办法有孩子 他们就祷告 相信神会医治 经过了一番的征扎 后来他们经历到神的工作 圣灵告诉他们说不要怕 你要相信我的应许 结果在1977年开始 他的太太就开始生小孩 一口气就生了五个小孩 到现在孩子都长大了 而且他们有18个孙子孙女 我们看一下这个家庭 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Happy Layman他的父亲 将最重要的一个东西给了这个儿子 神的话语 儿子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跟着领受了 借着人的手写圣经的那位圣灵的带领 包括了在太太没有办法怀孕的情况 他们一起同心和祷告 之后就有这个美好结果 他的儿女当中有两位都是牧师 然后现在他女儿跟女婿也继续他所牧养来召会 我们继续看下去 除了父亲要扮演着顺着圣灵而行 用我们的信心去传承 领导我们的儿女进到神的丰盛的应许里面以外 母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但我们先看看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 基督印着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的信里面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极 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遇到的难处 有的忧虑 或说我们有忧郁症 或说一些的烦恼 是因为我们不够相信神的爱 一遇到困难我们就说 神啊为什么 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神啊你不公平 甚至有人就会情绪上起起伏伏 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基督的爱 在我们里面有根有极的加根 没有错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 但看他是住在那个客房 或是楼下的 那个靠近那个厕库的那个破烂的房子 还是我们邀请他进来 在我们的主卧房里面住 能用我们搬出去 当主耶稣被我们邀请进到我们的主卧房 去住的时候 他会将他的行李也带进来 他的行李就是他里面 丰富的无条件的爱 当他的爱一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爱就变得有根有极 根的意思是一个植物 如果他的这个植物生长在一个的地方 非常干旱 但是根够深仍然能够生存 基就是一个的水泥的根基 如果地基够深了地震 或者洪水来的时候 这个房子不会滑下来 我的意思是说母亲们 这个根基 我说让基督的爱有根有极 首先要在我们的身上 我不是说不需要在父亲的身上 但容许我为了方便大家的记忆跟了解 你要了解到男人 就是要带动了勇气 信心有能力的信心 带进而你走进神的丰富应许里面 母亲 我们需要你顺从圣灵 然后将神的那份的爱 基督的爱有根有极的 肯植在这个家里面 拨散了恩词的文化 当我看见我的孩子不听话 或者有一些事情不合我心意的时候 有些时候很不幸的 我就会开骂了 但是当我还讲究那种孩子 有些时候他们还还嘴了 还顶嘴了 当我们到江的时候 我回去我房间 孩子回到他们的房间 我去开始睡觉 我的太太待在孩子的房间 开始做陪伴 我的太太跟他们来聊天 之后 他们开始将心中的烦恼 委屈 难处甚至挣扎 或者说是刻意的顶撞父母 但是他们知道不对 都依着诉说给母亲 因为母亲在那个时候 给他们看见无条件的爱 他们在教会里面听见无条件的爱 神是这样爱我们 没有用 因为他们看不见神 他们只看得见的是父母亲 他们需要从父母亲身上 看得见这个无条件的爱 当我们让基督耶稣搬进我们的人生的 我们家庭的主卧房的时候 主耶稣的爱就会有根有极在我们当中 母亲是你做陪伴者 然后在家里面有摩擦的时候 波山恩慈就是有恩惠包容你们 有慈爱给那些不听话的孩子 而且塑造了如此的文化 让孩子喜欢这个家 圣经里面继续说 就是讲到这位基督 他会让他的爱在我们的儿女的身上 会蔓延出来 圣经就这样的讲 不过在我讲到第三章的后面 我们要看一下第四章有个词语 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这个秘密 我觉得这个启发对我帮助太大 在第四章第三节 讲到当时的以佛所教会 因为有外邦人又有犹太人 文化不一样 他们产生了冲突 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北美的移民 如果你在国内可能没有遇到这么的严重 但是北美的移民 上一代看自己是美国人 我们这一代上一代看自己是中国人 文化思维认知上面有差异 但就在这个没有办法避免 的确是有这个摩擦的当中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在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bond这个字联络 原来是描述将各种船固定在一起的意思 这个船停在岸边 他们被破浪所推动 所以船与船之间有摩擦 但是这个装置这个绳索将他们绑在一起 有碰撞但是没有离山 那这就是神要我们有的一个样式 神要我们因为基督爱在我们里面 有根有基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能以和众生徒一同明白 基督爱是何等长或高深 用同样的精神应用在神的家 应用在我们的家的时候 兄弟姐妹之间 应用父母亲的这个耕耘 尤其是有恩慈的文化在当中 儿女之间如果有冲突的时候 就好像船与船之间有这个摩擦 但是不会破 不会分开 有孩子就开始想到 我应该主动去了解生我妻的妹妹 这个时候这个的姐姐就是延长 好像一个大一道桥出去走第二里路一样 她延伸她的爱的长度 有些时候这个的哥哥一直不改变 弟弟就觉得很烦恼 倒过来也是 但是后来想 算了我还是接纳她 我包容她 她不会改的了 我还是包容她 在这个时候 这个弟弟 他的心中的宽度就会广阔 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那个的弟弟会这样的做事情 或者说为什么我的家人会这样做 因为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高度 站在她的位置上面 同理性去了解 但你愿意这样子 从她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你达到她的高度了 所以你爱的那个高度就延伸了 有些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有伤害 姐姐怎么伤害我 弟弟怎么伤害我 很深了 但是最后你选择原谅 因为爸爸妈妈给我们看见 基督耶稣无条件的爱 有根有基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这个氛围之下 我愿意原谅 使我受伤很深的那个的兄弟姐妹 那个时候你的爱的深度就彰显出来 你可以看见吗 在当中 常或高深 在因为爱有根有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层面的这个延伸满营出去 到了一个地步 你会很惊讶 觉得以前我觉得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接纳她 不可能原谅她 结果竟然事情发生了 这也叫做爱超过你所能够彻夺 或者说超过你所想说旧 那这样子一个模式 在我们的儿女当中 如果我们大家有一种的氛围 都愿意顺着圣灵的感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到摩擦 成为一个很好的土壤 使得我们的爱蔓延出去 强阔高深 有不同的度量来彰显 延伸了包容 延伸了饶恕 享受和乐的关系 各位亲爱的 我自己的孩子长大了 我这个照片是早年的时候拍的 现在我的老六都已经24岁了 快要25岁 五个的哥哥姐姐已经结婚了 我能够非常感谢神的 就是我的女婿们 我的媳妇跟我所有的儿女 还有跟我们 大家能够相处得非常好 就在我分享这个信息的同时 我的女婿跟那个媳妇跟儿女们 现在正在另外一个地方度假去露营 我心中很开心 你给我一百万两百万 我不愿意换取 因为我自己是个孤儿 我是一个被我亲生父母亲遗弃的人 然后有人受养我 只有我的养父在我四岁时候就去世 我来自一个非常孤独的 一个小的家庭 但如今我看见是神的恩典在我身上 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学习顺从圣灵的带领 是的 神要在我们家里面工作 第一件事情神要祝福我们的家 我也深信今天神要祝福我们每一位你的家 因为你们愿意做在家教育 但第二点我要跟你讲关于启动教育 刚才我们也提过了 我们的弟兄姊妹 你们很注重的内阁的教材 我相信我们在家教育的每一个人都会想到教材 你们教什么 甚至跟我们做在家教育的同期的 我见过有一个家庭 他们就是严格的限制小儿子的时间 不管是念什么的课目 或者出去那个实验室 做那个物理的实验 化学的实验 或者说回家要学勤 或者睡觉的时间 做运动的时间 全部都定了很紧 之后产生非常大的冲突 他们自己也非常的神经质 因为一个压力太大 我们会常常想到教材 我们还有我们怎么教 但容许我跟你分享我自己的体验 在这个画面里面 大家可以看见这段的圣经 大家很熟悉 约翰福音第14章第26节 还有16章的13节 是讲到神差遣圣灵来 是我们要顺服的那位圣灵 但是神差遣来 就是复印着耶稣基督的名 因为这是耶稣所说的话 所要差遣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只教你们 那我们过去念这段圣经的时候 会觉得就是使我们认知圣经 其实不止这样子 当你和我有个属神的心 踏进去这条的追求神的 金钱的道路的时候 你的生活就不再分属世或者属灵 在神面前都是一样 蒙受他祝福的应死的道路上 所以你走下这条路 其实走在圣经上边 或者说你自己就是一本翻开的圣经 圣灵会带领你 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 不只讲者 第二段的经文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到 耶稣说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对比前面的那个指示你 后面的那是不只是指示你告诉你 而且使你后面明白到所以然 这个理念这个价值观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 那个原因 圣灵也会使你能够明白 以至你明白了之后 你能够告诉儿女 所以你教导儿女的不是律法 乃是比律法更活泼的原则 更活泼的生命 因为他们明白到这个背后的理念 所以他们就能够活用 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他们都知道怎么做 而且他们懂得好像你一样 顺着圣灵的感动而行 这里我要分享一个见证 也是最近这个事情 又有一个新的突破 这是关于我的老师 我老师出生的时候 头一年差不多每一天都哭 他充满了害怕 然后呢也是非常胆小 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 他的学习非常非常慢 是我跟我的太太非常焦虑 后来再过一段的时间 那我们才发现 原来他有听觉的这个的障碍 然后他的成绩不怎么好 做功课很慢 也在同学的当中 社交能力比较弱 我们就有很多的担心 在在家教育的时候 也是妈妈要花很多时间给他 后来长大了之后 他跟我说 爸爸我想去学电影 那我知道他很想表演 那我就问你要学电影 但是这个行业很肮脏的 这个行业对试探引用很大 妈妈也不怎么的认同 问你要学什么东西 他说电影里面的音响设计 我说天哪 第一我们过去不怎么看电视 你学这些东西你的落后很多 第二件事情你是亚裔的女生 在那个的行业里面好莱坞里面 主要的都是白人而且是男人 第三你的听力有困难 你还学这个音控音响的设计 好强化短说 他还是进去了 因为他说 爸爸我看见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还是勇往直前 你还是去祷告 然后你有所突破 我看见你跟妈妈在牧养教会的里面 也是遇到很多的难处 但是你们都这样子突破 我看在眼内 我觉得我要学习你 我说既然这样子 我祝福你 我成为你的拉拉队 又长话短说 后来他就参与了这套电影叫做天能的音响的工作 还有最近参与另外一套刚刚上戏院的那套电影 叫做商气 也因为这两套的电影的缘故 开始白欧拉的学校找他去做教授 就叫这个电影 然后呢 南加大USC也找他 最近刚刚就找他 也是去做那个电影 去做教授 他连那个硕士都没有 有什么资格 但是他就这么奇妙就跑去那边 我自己想考进这些学校就考不进去 没有资格 轮到我的女儿 竟然跑进去 这个告诉我什么事情 后来是刚刚几天前 他才给我跟妈妈的一个的讯息 他说我非常感谢神给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基业 我常常想到在好莱坞这个年工作 但是我要放下我是亚裔的这个特色 但当我在上期这个的工作的机会里面 我发现到神的一个的奇妙的属神的一个带领 以及说到我能够进到这个行业当中 你们一直教导我要有信心 并且要信靠神还有有盼望 这一次我学习到依靠他的智慧聪明 而且给我的创意 我终于发现我虽然是一个华裔 我是第二代的亚裔华人 我是一个女生 而且90年代出生 来着生长在南加州 是六个孩子当中的第四 而且我在有艺术感 但是我更多的发现到 我现在我这个味道 那我有的自我身份 我来感谢 我非常谢谢你们 爸爸妈妈 我也谢谢神在我身上的窗角 当我听到这一些的时候 我充满了感恩 我也有一个的回顾 好在我当天 并没有拦住他 他有一个心愿说 我们要得到这块的山头 叫做好莱坞 并不是因为他能够做什么 他现在其实所做的 也没有什么的特别 不过对于他来讲 尤其是有这个语言 有听觉的自降的人 有听觉的这个的障碍的人 能够有这样的突破的话 其实对他的帮助很大 我的意思说 我发现原来不在于是什么的招财 大家只管找最好的招财 但我要告诉各位 父母亲才是最重要的招财 你和我有信心 孩子们就有勇气 你和我有恩慈 孩子们就知道怎么跟人家相处 在一个不干净的 属灵环境的底下 他会学习洁慎之爱 然后在追求 在当中去做见证 他的名字叫做灌圣洁 所以他说我要在这个行业里面 追求圣洁 而我的责任是顺着圣灵的带领 激发这个孩子的热情 第二方便 大家很熟悉这段圣经 正言二十二章第六节 照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都不骗你 我是这样的教导我所有的孩子 从小的时候很严格的来管教他们 但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 尤其是我的老大 这个反弹反叛性很大 之后我明白到去带一个的领袖 或是有领袖潜能的人 跟带一个其他的跟从者不一样 领袖会反弹很大 但是不能够折 不能够惹他的气 也不能够绝了他的自弃 我发现这段圣经 就是在孩童跟到老之间 并没有保证孩子会平稳的 在属灵的生命里面 在道路上面走过来 他还是可能有跌跌撞撞 高高低低 这个我并没有预估在里面 算计在我的在家教育里头 但是感谢主 后来神给我的一个学习 曾经有一次 我去教会祷告会 我跟我太太去完之后 礼拜三晚上忽然间肚子饿 我就平常我都不会去烧夜 那天晚上我特别 就去一个餐馆去烧夜 我走进去不久抬头往左边一看 竟然看见很熟的面孔 你猜是谁 当然就是我的老大 而且在旁边坐了三个男孩 所以我点完东西之后 我压抑住我的情绪 这个真的是一个属灵的操练 节制 我过去跟他们打招呼 之后我很快切完 吃完东西之后回到家 我就预备好等我的女儿回来 开始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当天晚上大家的感觉非常不好 但是过了几天之后 圣灵在我心里面给我感动 他说你平常都不会在祷告会完了之后 你去吃烧夜的 那天是我感动你 你才会去 而且这么多的餐馆 你不去 是我安排你去到那一家的餐馆 而且在那个时候 我引导你的眼光 看到左边你的女儿所在的地方 我要让你知道 我都看见女儿所做的事情 因为她是我的宝贝 我只不过是让你知道 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你要学习更多的祷告依靠我 当你放手 我来接受 你尽了你的力量去教养孩童 但是她是否能够真正到老不骗你 你还是需要恩典 而且这个恩典是她跟我之间 等她长大了之后 你要给她犯错的空间 但是当你祷告的时候 我会负这个责任 你祷告我会带领她 就在好几个月之前 我们在疫情还没有平缓上来 我的老大跟她的先生 就来到我家在我们后院里面 我们聊天 我们的感情非常的亲密 她抬头往天一看 看见有三颗星星列在一起 都是一条直线 然后这个是叫 猎人户的那个星座 她就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事 她说爸爸妈妈你们记不记得 二十多年前有个晚上很生气 我就离家出走 我说当然记得 这个做噩梦都记得 然后她就告诉我 当天晚上我在外面的时候 走了三个多小时 其实那三个多小时 我们我带着其他的五个小孩 一起来祷告 因为当时没有手机 根本晚上她很生气要出去 觉得我们管她管得太严 她出去我们不知道她到哪里去 但是后来她回来了 然后她告诉我 当时她走累了 抬头往天上看 看见有三颗星星 那个时候她感觉神跟她讲话 告诉她一件事情 你走在黑暗当中 我一直都看见你 我会带领你的医生 孩子回家吧 在那个时候她做了一个祷告 之后就回家了 当然她不知道 我们那个时候为她祷告 我们也不知道 神在她身上的工作 只等到二十多年之后 我跟你分享这个见证 我也要鼓励我们在座当中的每一位 哪怕是在家教育 你可能最后都会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孩子会有一个反叛期 但是圣灵就是消失 祷告是父母亲要放手 让圣灵接手 引导孩子有空间强奖的时刻 现在让我做个结论 我恭喜你 在家教育 这真的是对的 在家教育是我的女儿提出来的 早年的时候我们不敢 因为我觉得语言有困难 因为我也不是在美国里面 念过那个的中学 我太太也不是 但后来我的女儿说 老大说 爸爸妈妈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在家遭遇 因为外面的风气是不好 结果后来 带头给我们头痛跟麻烦的就是老大 然而今天绕了一个大圈 我的老大跟我们的关系是最深 我们见面了 我们的感情是最浓厚的 因为我们走过的那道路 他看见我们对他的爱 对他的信任 给他的空间 其实应该说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 我们不但只还馈他的心 他现在是我很好的同工 我们一起去做宣教 去北伊拉克做宣教 他已经去到第四次了 最近上个月才回来 各位 家家教育是培养 金钱塞大的最佳的途径 虽然会经过的起起伏伏有困难 但我要告诉你 只要你和我认定 在家教育并不是为了我们的家里面更幸福而已 或者说我们教育的更好 防范有些不好的被洗脑的事情 这些都是因素 但是并不是最重要 在家教育乃是在家里面为主作门徒训练 你的目标就是从这一代到那一代 传承宣教的生命见证 各位亲爱的 但愿我们的生命就是宣教 宣扬教导耶稣的福音 用你和我的家庭 我们的生活 来张醒给周围的人看见福音的美好 神祝福大家 太感动了 我的泪都把床浮起来了 哇 谢谢关牧师给我们这样的 好的精彩的鼓励和感动 你要离开 你有事要离开的对不对 我还有八分钟 还有八分钟 弟兄姐妹 有没有什么要回应分享问关牧师的 赶快抓紧机会只有八分钟 有没有 赶快举手 我是什么回应的有没有 阿元请 我想问一下那个牧师 他然后他女儿就是刚刚发生的那个事情 他怎么处理的 就是他没有说 然后他女儿还是主动跟他说了吗 还是什么情况 因为我的内长比较有感动 如果女儿主动跟我讲的话太好了 但是日子并不是这么好过 不是乃是我先跟他讲 但是呢 你知道有些时候孩子并不是不知道 不对 他乃是呢 故意的 或者说某一个的时机 比如说他觉得我们管得太严 我有一件事情我顺便提一下 然后他撒谎 我们很气 我不是从小就教导你要真实吗 然后后来呢 他就觉得我们管得太严 因为他需要有社交的需要 然后跟着我就想起 每一次发生这些事情 我想起我小的时候 曾经向我妈妈撒谎 我也曾经觉得我妈妈管我 管得太严 所以我就拼命认罪祷告 我的意思说 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我鼓励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经历 有些时候神让我们的儿女 成为一面镜子造出来 当我们上神认罪祷告 处理的这些事情 就会堵住了一个破口 魔鬼就不能够继续 因为我们曾经有这个软弱 来攻击我们跟我们的后代 那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但是有些时候 这种的破口仍然在 我们不小心里面 还是那个尾巴露出来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这样做 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夫妻两个人的合作很重要 我跟女儿还是重生 不能够撒谎 这样子做的不对 我讲了这个真理 我的太太去带出恩典 陪伴女儿 陪她祷告 陪她流泪 然后长期的为她祷告 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彰显恩典跟真理 让女儿自己能够感受到 基督的爱 开始有根有基在她的里面 OK 我想只剩下一个位了 还有一位Elly Elly 请 OK 谢谢 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刚才讲到了我的生命就是宣教 那自己的生命没有那么尽钱怎么办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团队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够金钱 你好像应该比我年轻 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 我根本我觉得现在回头去看这很烂 我刚才我还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跟机会 分享一些我怎么烂的故事 我只是讲了一下我的女儿的事情 我鼓励你 神知道 我太太常常我应该这样说 我太太常常鼓励我 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仍然给我们这六个孩子 我告诉我太太说 我们那个六个孩子就好像六个guinea pig 就好像白老鼠一样 等到我后来知道怎么带孩子了 到了老六的时候 我就没有这个力气继续带她了 但是我太太常常告诉我 她说不是的 神知道我们的软弱 最重要是你和我有这个心 有这个伪生来愿意依靠神 神就会将足够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 还有这些圣灵帮助我们成长 当我们成长的时候 我们多有一寸的生命 我们的孩子就会多有一寸的生命 所以我鼓励你 没有关系 按照你现在所有的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如何 但是你总的谦卑自己 不断的去向救神 一知道自己有错 马上就认罪 还有我常常做的 我向我的孩子道歉 如果我在孩子面前得罪了我的太太 我会跟我太太和好之后 我会叫孩子叫到我们的面前 我当初孩子再一次告诉孩子 说我爸爸对不起你妈妈 刚才这样太多是不对的 我虽然不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父亲 但起码我能够做一个懂得道歉 懂得悔改 还有修复的一个父亲 所以我的生命仍然是宣扬耶稣基督的教导 包括了我怎么悔改 怎么去饶恕 怎么包容 怎么追求成长 以及我们的家庭 希望能够成为信任进来的福音的见证 非常非常谢谢光牧师 因为光牧师有事情要先离开了 我们光牧师最大的掌声 我们下次还有机会能够请